茶花蜂涨密集 11月花芽分化期 这样养护花苞蹭蹭冒 茶花 花卉界的颜值担当 花朵娇艳欲敌 香味悠长 花期持久 审受花友们的喜爱 现在正值11月 茶花的花芽分化进入关键期 花苞逐渐膨胀 准备迎接绽放的那一刻 但此时养护不当 花苞很可能就会夭折 别担心 下面几个绝招 让你家的茶花花苞蜂涨不停 首先 通风是关键 随着天气转冷 家家户户都开启了取暖模式 门窗紧闭 室内空气流通变差 茶花喜欢通风良好的环境 长期在密闭空间 叶片会失去光泽 花苞也会停止生长 甚至掉落 因此 养茶花的房间 得常开窗通风 南方的冬天相对温暖 可以直接开窗 或把茶花搬到室外路养 北方的朋友们就得注意了 温度太低 直接开窗会冻上茶花 咱们可以选择中午气温最高的时候 稍微开个小缝 让空气流通一下 但时间别太长 每天二到三小时就足够了 接下来 说说空气湿度 茶花是典型的南方花卉 喜欢湿润的环境 很多花友发现 秋天 茶花的叶片和花瓣边缘 容易干枯发黄 这就是空气太干燥导致的 给叶片喷水增湿 当然是个好办法 但天天喷水也挺累的 这里有个懒办法 准备一个大脸盆 加些清水 再放两块砖头 砖头高度略高于水面 把茶花的花盆放在砖头上 这样 脸盆里的水汽蒸发时 就能为茶花周围的空气加湿 看到脸盆里没水了 就加点水 简单又实用 再来说说输累 茶花结花苞的能力很强 只要养护得当 11月份几乎每个枝条 都能结出大量花苞 但根系和枝条 能供应的养分是有限的 如果任由这些花苞生长 它们就会相互争夺养分 导致部分花苞萎缩掉落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 咱们得手动给茶花输累 怎么输呢 很简单 把每个枝头多余的花苞 用手掰掉 或用剪刀剪掉 每个枝头只留下一到两个 健壮的花苞 这样 留下的花苞就能得到充足的养分 继续发育膨大 冬天就能开出艳丽的花朵了 最后 别忘了给茶花补充醋花肥 步入冬季后 大部分花卉都不需要施肥了 但茶花是个例外 因为茶花的花期在冬天嘛 咱们得给它10点醋花肥 主要施磷 甲元素含量较高的肥料 液体肥料渐效快 推荐大家用高磷甲的液体肥料 以磷酸二氢钾为例 将一克的磷酸二氢钾 兑入1000毫升的清水中 充分搅拌溶解后 装入喷壶喷洒在叶片上 剩下的溶液 浇灌到茶花根部 10天左右使用一次 花苞显色后 及时停止施肥 好了 今天的茶花养护秘籍 就分享到这里了 按照这些方法去做 你家的茶花花宝一定会疯涨不停 绽放出最美的花朵 赶紧试试吧